6月進出口是連續5個月正成長 另外在股市方面 分析師認為 隨著營收跟財報逐漸的公布 營收持續增長的公司 股價渴望同步的反映 在題材部分 暑假忘記到來 帶動的觀光飯店族群 同時還有大陸內需回溫 也預期會帶動買盤進場 更多內容來看就是論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